我是Hart 目前就读于LCF男装的MA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freelance的时尚制片人 现在也创办了自己的独立杂志 同时也是我们Yang Si Tafting的创始人之一 是在Tafting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个了解了 然后身边很多朋友都体验过 然后来到伦敦之后 也发现这边也是有一些学生 就是服装设计的学生会拿这些做艺术创作 或者是做服装面料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新奇的一堆时尽 其实最一开始的目的就是 我们两个对这个东西都很感兴趣 然后想要自己体验一下 然后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现 如果自己来做的话 其实也不是不行 同时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 都非常喜欢 都也非常有想要体验的这样的想法 然后我们于是 于是我们就决定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workshop 然后我们不仅可以 这样我们两个不仅可以体验 同时也可以在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来进行一些创作 说实话不是 因为我从 其实我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在实习 包括从一开始做店铺的兼职 到后面在杂志社做实习 或者进入品牌实习 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非常多的 然后但是它不行的出现 其实是属于无心插流 自己也是因为 就是完全是因为感兴趣 所以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但是蛮出乎意外的是 一切都进行的还是蛮顺利的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了固定的workshop 以及一些不定时的线下 pop up的体验活动 所以我觉得还蛮挺意外的 其实 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为了自己 玩嘛 然后同时我们发现在 Tuffing这项手工活动的过程中 你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他每一个参加workshop的人 来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整个参与感是非常重的 然后你可以远离网络 远离手机 然后你可以沉浸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 在这个动手的过程中 然后在等你做完了这个产品 这个东西之后 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也是Tuffing带给我们的一个积极的意义 就是我们在自己手工制作的过程中 然后在心理上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积极的安慰 以及它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谁来体验 或者是来自己做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精神状态 心理健康以及整个生活的丰富 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零开始嘛 其实我们两个在做这个之前也是没有接触过Tuffing的 然后我们就是从各种选材 包括一些器械 包括我们的Tuffing杠的一些选购 然后包括各种比对 然后选厂家 包括后面的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运输 因为很多的县啊 我们的原材是从国内遇过来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以及我们的这些木框都是我们亲手自己做的 然后所以就是从去找木材到找一些零件 五金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其实是还是一个很长的准备时间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选择来到伦敦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在我之前的生活当中 其实是一个蛮平静 没有非常多challenge的一个过程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其实是一个视野能力很强的人 所以无论是上大学也好 还是进入工作也好 其实我都觉得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到伦敦 是一个整个生活环境上的变化 所以在这边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蛮有成长体验感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以及像我这种做设计 作为偏向艺术的人来说 伦敦能够带给我们的视野 以及对于艺术创作的包容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等于说给我打开了 另外的很多很多扇窗户 然后让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我其实觉得很多朋友都是说 我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 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多事情 我只要思考全面了 我就不再犹豫 就直接去中所做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所有人来说 做什么事情也好 就是不要太犹豫 无论做成什么事情 都是需要很强的执行力去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执行力很强 算是我工作上和学习上来说 一个算是优势的地方吧 其实我觉得2022对我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从以前的打工人 变成了现在的创业者 其实这一步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对于我来说 你参加一个东西 可能会不是那么难 但是你从零到一去创作出一个 完全没有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既然做出来了 我自己也挺意外的 然后包括我今年成立了 个人的独立杂志 然后也开始做了 Tuff Team的Workshop 我发现其实人只要去做 你其实很多潜力 是可以被开发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还是2022年一个非常有意义 以及我觉得对我人生 也有很大帮助的一件事情 当然是有的 因为2022年我做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起步的状态 那么也更希望 我们的Yank City Tough Team Workshop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或者是更好的影响力 能够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去看到 其实是我非常想实现的事情 下个月我们也会在 跟UAL的学联 进行一个 维持一周的Workshop体验 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都算是意外之喜 但是其实2023年 我也是更希望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更多的活动 然后能够将我们的 做出的东西 能够更有影响力吧 我觉得首先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 做这一项事业的前提 是你对它有足够的了解 就是一定不能只上谈兵 如果你自己没有本身 没有参与过这项活动也好 这项事业也好 我个人建议 你是先去参加别人的 再去创立自己的 你一定要先对这个 有切身的了解 以及足够的调研 那么我绝对是支持 所有人去抢创业的 因为创自己的业 跟参加别人的业 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但是你要承担 更多的风险 以及你要有更多的决策力 其实这都是 对于我们很好的 一个锻炼机会 我觉得只要你做好了 前期的调研 以及充足的准备 以及完善的思考 那么绝对是创业是可以的 再次进入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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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